AudioJungle 一个名为紫光阁的官微批评PGONE的歌曲,教唆青少年吸毒,PGONE粉丝以为紫光阁是一家饭店,于是花钱买紫光阁地沟油微博热搜,然后紫光阁地沟油,真的上热搜了,可怜的紫光阁只有在微博上无奈回应,宝宝只能躲在紫光阁饭店里瑟瑟发抖,各路吃瓜群众纷纷表示为粉丝智商担忧,痛心疾首,看不下去了, 那么,紫光阁究竟是什么呢?在微博上,紫光阁的认证是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,紫光阁杂志,所以紫光阁就是一本杂志吗?并不,其实,它的来源可要追溯到明朝,那时,中国还没有嘻哈,但有个上午的皇帝,叫诸后赵,诸后赵是明朝正德皇帝,为了方便检阅亲兵骑舍,他建了一个叫做平台的地方, 这就是紫光阁的前身,诸后赵喜欢极简峰,平台只是个土砖累成的高台,在高台上有个小房间,用黄色和绿色的瓦,非常简朴,有专家推测,大概类似下图的模样,然而,上午的诸后赵并不讨文官喜欢,他死后,由他任用的军人和宦官,机构和改革 几乎全被抹杀,而他的平台也被拆除,人们被抬剑阁,把这里取名紫光阁,明朝灭亡后,满族统治者也注意到这个地方,从康熙,29年公元1690年后,每年10月18日左右,皇帝在紫光阁前,都要考试五进尸马部件,弓,刀,十颗目, 晋级的选手就会充当御前侍卫,1702年,康熙专门为简阅骑射,为紫光阁增建了阁前的长廊,爷爷康熙为紫光阁建了长廊还不算什么,孙子乾隆又对紫光阁做出了更大的贡献,化功尘相,清乾隆年间,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,清朝中央政府曾多次派兵出征,平定边疆地区的叛乱,为了宣扬实权武功,每次军队砍旋, 黄阿玛都要下令为征战中的功臣绘制画像,并将它们悬挂在紫光阁内,2007年,在香港苏富圆明园拍卖专场中,一幅成交价为15,000,000港币的画,就是来自紫光阁的功臣像,乾隆皇帝非常重视这些功臣像的绘制,不仅亲定画师,对画像的衣着颜色都有详细规定,画师们也兢兢业业, 诗的人物,面部肌肉的皱纹,衣服上的明暗,均表现出强烈的立体感,让我们随意感受下,据说,乾隆皇帝一共请人画了200多幅,像他这样大规模绘制功臣像,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, 而对于当时的武将来说,自己的画像能悬挂在紫光阁内,便是一生的最高荣誉了,后来,随着大清朝的没落,保存在紫光阁中的功臣,像随之流散,现在收存于中国国内博物馆的紫光阁功臣像,仅有两幅,均藏于天津博物馆, 除了画像,乾隆还在此扩建了紫光阁,在此宴请能,回等少数民族王公大臣,也宴请外国使节,到了同志和光绪年间,紫光阁曾一度作为皇帝,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所,乾隆皇帝首书的匾额,民国建立后,军阀混战,无人过问的紫光阁残破不堪,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,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,紫光阁进行了重新修缮,作为我国领导人接见和宴请外宾的场所,直到今天,紫光阁这三个字,也经常出现在新闻联播里,它是三百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,代表着大国尊严,与地沟游毫无关系,当然,紫光阁也被用在其他地方, 比如,1993年,国家机关工委主办的党刊紫光阁创刊,忠实记录共和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,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东门厅也名为紫光阁,是国家领导宴请年轻俊杰的场所,而紫光阁大饭店只是存在于PGONE粉丝脑海里的一个幻象而已,作者,夏静编辑,唐秦校队,崇云峰审和,汤寒凤